仅仅因为饭盒里只有一个菜 女孩便在一起了同桌阿超 她知道对方的家里可能有些困难 于是便主动拿出了自己的饭菜 并且为了能让阿超顺利收下 她还谎称自己最近在减肥 也许是感受到了女孩的诚意 阿超也不再拒绝 她赶紧夹起一块肉排放进了嘴里 果然传到舌尖的便是前所未有的美味 看见阿超对自己的厨艺赞不绝口 女孩也露出了心满意足的表情 而她之所以会对阿超如此关心 也不单单是出于同情 原来在女孩小的时候 她就经常会遭到同学们的欺负 可面对周围人的嘲笑 阿超似乎并不嫌弃 因此从那以后 只要能让阿超开心 那便是女孩最大的心愿 可好景不长 本来次次都拿第一名的阿超 这次居然调到了第二名 更糟糕的是 第一名还故意跑来嘲讽 表示阿超之所以比不过自己 正是因为家里穷尚不弃补习班 阿超本不想理会 可不料视力眼的老师也跑来火上浇油 并且语言中都是对她家庭的嘲讽 或许是戳到了内心的痛点 阿超第一次攥紧了手里的拳头 殊不知正是这一幕 全都被女孩给看在了眼里 而时间也很快就来到了当天下午 老师像往常一样正在楼下值班 不曾想就在这时 一个花盆却狠狠地砸在了头上 而砸她的不是别人 正是暗恋阿超的女孩 可如今还有个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第一名天天都在拼命学习 并且还总会时不时地嘲讽阿超 女孩深知这样下去 阿超可能还是会输 于是为了保险起见 她便打算从第一名下手 当天晚上 女孩便叫来第一名帮自己给课 可刚不到一半 她竟然直接将脸凑了上去 第一名怎么也想不到 平日里只对阿超好的女孩 此刻居然提出来要亲自己 起初她还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 不曾想就在这时 女孩居然缓缓站起了身子 紧接着二话没说就亲了上去 然而第一名哪里知道 这看似美好的温柔香 其实仅仅只是对方的计谋 原来女孩想利用自己的美色 成功让第一名放下手里的学习 果然没过多久 阿超又再次回到了榜首 而第一名却掉到了最后 然而让你还没想到的是 这是曾经的第一名 却还想帮自己辅导功课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第二天下午女孩就收到了 阿超写给自己的纸条 她明白对方可能已经知道 于是为了给自己留一些体面 她便在阿超进来的时候 主动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女孩知道说出这些 也就意味着两人的关系到头了 于是为了不给自己的青春留下遗憾 她便鼓足勇气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直到这一刻 挡在两人面前的窗户指才终于被戳破 然而女孩深知阿超绝对会讨厌自己 毕竟自己打老师和招惹第一名 怎么看都是一个变态才有的欣慰 于是为了不让自己被讨厌 女孩便打算离开这个世界 她本想拿起花瓶给自己一个痛快 可以想到自己就算是死了也会被阿超讨厌 她便又临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沙行君 докум简会 紫� manera 紫� pol 孝鑶 小伙uns 死吧 一生 一生一生 一生 一生 霓嘉ちゃんに殺されるのならいいかもしれない 俺ね 昔から霓嘉ちゃんのこと好きだったんだ 女孩怎么也没想到 原来阿超也一直喜欢着自己 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好きだった ずっと好きだった 起初女孩还沉浸在这份惊喜中 可令她乱乱没想到的是 阿超说着说着就走向了前方 并且紧接着还解开了衣服的扣子 俺見て 分かるだろ 俺が好きだって分かるだろ 霓嘉ちゃ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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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嘉 一つになりたいよ 女孩怎么也想不到 原来自己从小喜欢到大的阿超 居然是比自己还变态的变态 我倒是打理官司 霓嘉